各位周末好 因为周五随意写了一篇职场穿搭 发现竟然获得很多阅读和鼓励 发现希望获得鼓励的职场人 不止我一个 所以我决定在接再历 分享职场的打拼经验以外 也分享一些穿搭的启发 让自己从里到外都成为职场达人 充满自信 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们上班离不开的包包了 只要出门包包都会是必要配置 而我们应对职场的包包 又和休闲不大相同 下面我会按照自己的体会 按照大中小三个范围 来分享下自己的偏好 先来说大尺寸包包 最基本要求就是容量够大 能放进电脑 A4尺寸的文件是基本需求 所以最好就是形状利落 颜色大气 上图来做直接示范 黑色绝对属于百搭 冬夏服装基本不挑 而且直接塑造职场干练的形象 除了黑色 上天写过的驼色系列 还有灰色这样素减的颜色 也很适合作为大包 厌倦黑色的单一 就可以选这样的色系 对于大包 基本上就是遵循简单二字 本来已经尺寸够大 用最干净的线条和颜色就足够了 而且反而会显得 很有职场人的利落感觉 下面就来说中型包包了 这个尺寸的话 我通常会放随身的小本子 iPad之类的东西 而外形还是遵守简洁原则 不过颜色方面就会有些变化了 酒红 墨绿 或者粉红 只要颜色统一 能够让相对正规的职业妆 有点鲜活的气息 女性化的感觉也会更多 看了这些图 是不是有种点亮心情的感觉呢 习惯了黑灰白的认真 用点活泼绝对是可以助力 脑细胞活跃的职场时尚配件 下面就来到我们小包包尺寸了 因为体量小 所以基本上就是手机 钱包和纸巾的配置了 那么包包的形状可以自由些 配色更是可以大胆些 彩色 碎花 壮色都可以大胆用上 小小的一处细节 体量增彩刚刚好 基本上我一周都会把这三种包型轮换备过 即使衣服搭配 就是固定的衬衣加裤装 因为包包的变化 也感觉有点不同 而出差的搭配则是大包加小包 大的是为了方便装电脑和文件 小的则是应对一些餐宴场合 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这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经验啦 希望对你们也有所帮助 最后来个小小福利 就是如果你真的奉行消费降级 不想买那么多的包 那就来个基本款 然后做变化吧 来个丝巾 可以直接为包包添些生动的变化 更可以随时在配饰领口 头发上变成配饰 职场时尚也有魔法的优 希望跟你们一起学习 感谢你们的阅读 我是聊职场的爱丽 你们喜欢看到职场的什么话题 记得留下评论 我会与你们讨论分享 下次见了 最后我的图片来源都来自网络 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请随时与我联系 谢谢